好然後第十四個 結婚後要有掃地機器人 洗碗機 轟硬金 戴森 他等於說他完全不想做家事 然後他也完全不想煮飯 好可以 他有賺錢嘛 他月薪八萬嘛 他有賺錢 我覺得也可以接受 OK 喔他這邊有自己條件了 他身高160 BMI20以內 C罩杯 貼心愛撒嬌 可以陪我們打電動 玩手遊 打肉能凱 凱瑞妮 然後完全不想煮飯 要所有打掃的東西 那我要他幹嘛啊 我要他幹嘛啊 第四點 有房產 至少三房一廳兩位 如果結婚我可以一起付房貸 但投其款男生先自備 不是基本的嗎 欸等一下 為什麼投其款男生先自備 哈哈哈哈 Women 哈哈哈哈 Women 哈哈哈哈 Women 嘿大家好 鳳火 你們的摺偶條件是什麼呢 最近呢 第一卡上面有一篇貼文啊 那篇貼文就講到說 是我挑對象太苛刻呢 還是現在的男生太魯色 我放火的擇偶條件 其實非常簡單 我只要 不要現任跳舞就好 哈哈 為了在跨年前脫單 最近肯認真的滑膠軟體 從Tinder Omi 和Cross 但每次聊到理想對象的條件時 都會被說我身邊沒有任何一個男生有達到全部的標準 但我真的覺得我開的條件都很基本啊 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乾脆來問問大家 到底是我太嚴苛 還是現在的男生太魯蛇 OK 第一條 喔這是他開的第一點 身高180以上 我身高160 想找高20公分以上的最濃身高差 讓我可以感受小鳥依人的感覺 欸要求身高的這個 感覺還行 我的確有認識女生朋友 他們是要求男朋友一定要很高的 欸不對啊 這樣就把我刷掉了欸 欸我覺得180有點太硬丟了吧 感覺170也可以吧 170應該也可以吧 OK我們第二點 不要胖不要胖不要胖 不需要身材多好多健美 但我真的受過一堆驕傲軟體上 一堆男生老實說自己身材偏壯 但本人是胖 那是肥肉 不是肌肉 胖子給我退散 Oh no 欸等一下我發現12點 他都把我刷掉了欸 我身高沒有180 然後我最近超胖的 你知道我最近超胖的嗎 他第三點說 年薪120萬以上 考慮到以後生小孩要住月子中心 勤產假育嬰價值 兩人收入也會減少 年薪120是多少月薪啊 喔幹10萬喔 他要求一個月10萬 然後這個女的他年薪100萬 100除以12 8萬 他如果這個女生年薪有8萬的話 他要求男生120萬以上 還行嗎 問號 還行吧還行吧 因為他有考慮到生小孩 這是他的前提要件 OK然後第四點 有房產 至少三房一廳兩位 如果結婚我可以一起付房貸 但頭期款男生先自備 不是基本的嗎 欸等一下 為什麼頭期款男生先自備 不是啊 他第三點都提說 年薪100 因為他年薪100萬 所以想要找個年薪120萬的男生 然後下面又講說 男生應該先自備頭期款 為什麼啊 等一下 各位 這個我覺得還沒到茶杯 這個還沒有那麼的茶杯 我們先不要把咖啡杯拿出來 我用我來舉例 各位我用我來舉例好了 如果我今天結婚 我想要買房 然後跟我老婆一起住 然後我們之後要生小孩的話 頭期款我可以先出 我會這樣跟女生說 就是 如果女方現在比較沒錢 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他之後再給就好 因為他也說 他可以一起幫我付那個房貸 但是 那是因為我愛他的關係 但如果今天 我跟他都還沒有愛 然後他在跟我談條件的時候 我看到的第三點 跟我看到的第四點 我會覺得有一點點不平等 好 我們先接下來看吧 我目前其實還沒有看到太多的茶杯 你們先不要刷茶杯 有車 不用名車沒關係 OK 第五點要求有車嘛 然後 OK好 然後我們看第六點 我至少還沒看到他有相等對比 他要求男生有車 而他可以為男生做什麼的東西 第六點 對事業要有上進行 至少要規劃一下 未來5到10年的 升遷跟目標薪資 可以理解 但是我覺得如果一個女生 這樣跟我講的話 我會覺得他很北蘭 我都年輕120萬以上 你他媽一個年輕沒有120萬的人 在教我怎麼工作 我還要跟你解釋 一個年輕沒有120萬的人 我他媽怎麼工作 我要怎麼賺更多 然後你不理解 你還要反駁我 我還不能罵你 我不是氣死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 OK 第七點 不抽菸 不吃檳榔 可以小說 呃 啊好的 我可以理解 女生有些人 真的完全不接受 燕味那些 遠離黃堵堵 麻將只能過年或偶爾就會打一下 OK可以理解 他第七點第八點我可以認同 不用長得特別帥 至少長相不猥瑣 不要禿頭 OK第十點 對感情專一 個性獨立成熟 不要當個媽寶男 最好不要有姐妹 或是別要求我過年煮飯給 家子家子吃 直接訂外面的餐廳 等於說他不想做飯嘛 然後要要求男生的個性成熟 我覺得這還行 但我想要幫媽寶男講話 聽我一句好不好 我想幫媽寶男講話 媽寶男很好啊 幹 通常我知道的十個媽寶男 有八個是富二代 哈哈哈哈 好然後第十一點是 不要有腳臭胡臭口臭 吃駕不要有夠 每天要刷牙洗澡 呃還行 我覺得這還行 這跟感情乾淨有關 至少會一種樂器 那你都不會做飯了 為什麼我們要會樂器 不要穿卡其褲 不要穿卡其褲 衬上不要裝爸爸 卡其褲是什麼 為什麼 欸等一下卡其褲是什麼啊 我是不是社會廢人啊 我不知道卡其褲是什麼 我卡其褲蠻好看的啊 欸卡其褲還行吧 為什麼不要卡其褲 還是他教我軟體 遇到穿卡其褲的都怪人 以前學生都穿卡其褲 因為太久了吧 我國中高中的時候 同學很喜歡穿卡其褲 我出來當youtuber之後 我就對穿搭這東西完全脫節 如果你沒有對穿搭那種特別研究的話 當youtuber其實會對穿搭脫節 原因是因為 我不管穿的好看 不好看 有沒有搭配過 你們都會說難看 幹什麼 OK好了 然後第十四個 結婚後要有掃地機器人 洗碗機 轟硬金 Dyson 他等於說他完全不想做家事 然後他也完全不想煮飯 好可以 他有賺錢嘛 他月薪八萬嘛 他有賺錢 我覺得也可以接受 OK 他這邊有自己條件了 他身高160 BMI 20以內 C罩杯 貼心愛撒嬌 可以陪我們打電動 玩手遊 打肉能開 開瑞尼 然後 完全不想煮飯 要所有打掃的東西 那我要他幹嘛啊 我要他幹嘛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網友怎麼說的 哈哈哈哈 清華大學說 要求帶低了啦 這種男生啊 配得上你 明確無爛欸 哈哈哈哈 這是故意反串吧 喔這邊有人直接幫忙打懶人包了 希望我的另一半身高180 體重不超標 年薪120萬的孤家寡人 要有房有車有上進心 沒有不良習慣 長相正常不能禿頭 成熟獨立專一 衛生條件良好 要會一種樂器會煮飯 不可以穿卡其褲 呵呵 幹 欸這邊有人認真回一下欸 你身高160 6個C罩杯是台灣女生的平均值 所以你的優點 據你所說就只有一起打遊戲 不怕從愛乾淨 貼心愛撒嬌 而你要求的男性說 需要高於 男性平均公分7公分 年收入要等於 男性平均年收入兩倍 有房有車愛乾淨 家庭關係要有利於你 分析來看 你想要找的男性優點 大部分都遠高於一般男性 在此同時你只是個普女 沒有半點拿出手的優點 只能說不是 沒有這樣的男生 但他們不會出現在你的生活環境 也不一定 也一定不缺優秀的女性追求 自然跟你沒有什麼機會相遇 欸確實欸 他自己列出來的條件 呃坦克的點 然後他自己 呃又很普通 除非他之後能夠 留更多的那個什麼 優點 有人說放火年薪有100萬嗎 欸年薪是什麼啊 我認真問一下 年薪是花在手遊上的錢嗎 欸那應該有吧 我的年薪啊 我打開一下我的賽馬娘 啊 啊哈哈哈哈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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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各位我的年薪在這裡 我的年薪全部都存進來了 馬娘是我的銀行啊各位 哈哈哈哈哈哈 整理一下 先篩選過為男性 180以上10% 年薪120万 哦干这个统计系头太屌了吧 升高180% 体重83% 年薪12% 有房产21到30岁 8.4% 有车6.8% 上进行自由行政 不抽烟不吃槟榔 黑小酌82% 综合以上中央机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统计 并且进行运算 找到符合客观条件的几率是 0.003% 以台湾目前统计21到30岁的男生总共有 185万人 成上述比例符合的人为68人 全台湾男性 只有68人干符合他的要求 真的太屌了吧 然后根据该名女性提供资料相关统计 有2万多人符合那女性的条件 然后2万多个女生去抢68个男生 符合这条件的男生 而且这个68个条件的男生里面 一定会有这么几个是穿卡其裤的 我就讲个8个好不好 60个人要去抢诶 他怎么抢到啊 等一下 我的助理小明 有讲个超屌的 我重新看完这些项目 我猜他是做赔丸的 所以收入高 但无法讲出准确数字 自认打LOW很厉害 诶有可能诶 诶他会不会是做赔丸的啊 因为你看他做打LOW可以凯瑞你 他特别强调 可以打电动打手游打LOW 太屌了吧 好屌哦 诶小明你是不是有跟陪丸女交往过啊 哈哈哈 诶有可能诶 然后因为做陪丸他的工作基本上 24小时都在家里的关系 所以他希望有少的机器人洗碗机轰一机 然后他就觉得 哦每天陪客人很累了 所以我完全不想要那个什么 跟公婆接触啊 我不想要煮饭 我不想要做任何的家事 我要赚钱就好 哦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小明有讲出一句话 也只有赔完这种钱来得快 比起出去当社畜被社会毒打的年轻人 才会产生这种自己的条件超好的想法 所以想要找这么好的男人 OK我助理是大天才诶 诶我助理是大天才诶 我看完这整篇文章 就是觉得他很像 没有被社会毒打过诶 哈哈哈哈 诶这个women的这个茶杯的哪里来的啊 诶这个women茶杯的这个哏哪里的啊 诶你们有人知道吗 这个women茶杯的这个哏哪里的啊 等下动画那个 哪个动画哪个动画 哦这个吗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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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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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